Hello大家好,我是神猪说的苏神 最近有观众朋友问我 作为一个男孩子,如何才能保持一个好的身材 那么这个问题你就是问对人了 在我苏某人当游戏解说之前 其实我当过一段时间的健身教练 我知道你们可能不信 那么我们就通过今天的这款游戏来给大家教学一下 那么今天我们要玩这款游戏的名字叫做 健身房模拟器 在这个墙上画着一些奇奇怪怪的话 尤其是这个人,他好像身体被掏空 也就是说只要你像这个游戏中的这些人一样这么锻炼 至少有一天你也会变成像他们一样的哲学猛男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游戏 这个地方我们进入游戏 这个视角怎么奇奇怪怪的 这还能回去吗 我们一进入这个健身房就被锁在了这个里面 想走也走不脱了 OK,这就是健身房 看上去不大 但是这个视角很奇怪 那么在这个做运动之前 我觉得首先应该参观一下 这个健身房里面的这些老手 这些已经在这边健身过很多年的人 我们来参观一下他们是每天怎么健身的 首先看一下第一位大哥 为什么他完全都不休息一下 而且他穿的这个鞋子怎么是一双拖鞋呢 嗨 他说我是个怪人 还要踢我的屁股 我觉得踢我的屁股我可能会不太爽 我觉得你可以亲我的屁股 为什么我看不见我们主角这个人呢 这个地方不是应该是个镜子吗 这里面怎么看不到人呢 哦,看得到这个大哥 但是看不到我 那这边呢 这个美女 What are you doing now 哇,这个 这个女孩子怎么完全不顾眼前情况啊 让我跟她说说话 Hi beauty 这个健身房里面的这些大佬呢 一般脾气都不太好 所以你跟她说话呢 她可能就会让你滚开 那这边这个呢 为什么我这个游戏它不能往后走呢 它只能往前走 不能往后走 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个小姐姐的动作要领啊 那么这个动作呢 在我们这个健身房里面有个专业术语 名字叫做抬杠 就是拿起一根金箍棒 然后把它放在这个背后疯狂的举起来 然后又拖下去 如果这招你练得好呢 你就可以达到开花的效果 哎,我的天 看到没 她这招我的天呢 直接把我都给抬起来了 我们跟她说说话吧 Hello beauty 她也是让我们快滚 这边还有一个大哥 疯狂的在跑步中 大哥我们两个人来跑同一个 跑步机好不好 哎,我们一起跑 你看,完全我都挤不动 她 她这个身材真的是相当好啊 就是这么练出来的 那么我们也需要锻炼 在这个双杠上面来试试 这什么东西啊 What the fuck 这是我的脸吗 我可以看到我自己的牙齿 左下角这边有一个力量藏 我们可以锻炼一下我们的力量 这个可以用吗 这个也用不了 这可以举重 哇,我举重了 看 哇 我这个力量很牛逼 哇 这个游戏也太无聊了吧 但是呢 我们从这个游戏中也能学到一点东西 就是说 这个锻炼身体 健身的过程呢 确实是无聊的 但是呢 你在健身的过程中 你将会收获很多东西 比如说 这个强健的体魄 哎呀 我不行了 我不想练这个了 诶 她的对话改变了 可能她不太喜欢这么瘦弱的人 嗯 那么我也不想让自己变得瘦弱呀 诶 我可以做佛冲吗 这个哪个是鼻孔啊 怎么有四个鼻孔啊 算了 这个佛冲 哦,原来是这么做的 WTF 哦,原来是这么做 哇 哇 这个手指头是怎么回事 做了一些这个 运动之后呢 我现在这个力量变强了 啊 我来跟他们再对一下话 我们现在可以跟他对话了 你想跟我一起看电影吗 啊 sorry but I have a boyfriend 啊 你boyfriend是谁啊 不会是这个这个人吧 啊 啊 如果是这个人的话 那我就还需要再锻炼一下 锻炼到一定的这个 啊 境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跟美女搭讪 尤其是 这种喜欢肌肉的啊 喜欢健身的美女 是吧 哇 这是我的这个 肌肉和力量已经锻炼的快要满级了 让我们来跟这个美女说句话啊 嗨 beauty 啊 现在问他想不想看电影 呃 就是说我们突然问这个小姐姐想不想跟我一起吃鸡 呃 呃 他不愿意啊 那其实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模式叫做电影模式是吧 那看一下这个电影模式我们可以怎么锻炼呢 就这个 就这个他躺哪去了 哎呦 这么厉害的吗 来这次跟他对个话啊 嗨 哦 这时候他就不会让我们滚蛋了 他跟我说啊 最近怎么样啊 是吧 兄弟 那如果说我们在这边跑步的话 还是可以跑的啊 啊 那么我们可以继续锻炼一下 最开始我们进来的时候呢 处于这个健身房里面被鄙视的那种状态 那些猛男的看到了我们就让我们滚 而小姐姐看到我们呢 就说我们是loser 那么经过一番锻炼之后呢 他们对我的态度呢 可以说发生了这个逆转啊 A few moments later 哦 哦 现在的我已经无人能挡了 啊 来看一下 怎么镜子里面都看不到啊 真的是奇怪的很呢 看一下我现在的这个体力很强势啊 嗯 这句话我就不给大家翻译了啊 但是骂人的 我们跟他打招呼 他直接就把他的锻炼器材都给扔掉了啊 让我们别揍他 哦 I'm sorry for being rude for you 之前对你这么粗鲁 我真的很抱歉啊 哈喽 你这个小瘦子啊 哇 你好帅啊 呃 你想跟我一起三个步吗 呃 只要我可以爬你的山 嗯 有什么隐藏含义 是吧 哦 yes thank you so much 这什么呀 嗯 我懂了啊 就是他们一起在玩一个爬山的游戏 那这个呢 啊 这个呢 我们还是问他你想不想玩吃鸡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说他想吃鸡 啊 所以说 这个游戏呢 玩到最后就是告诉我们啊 如果说你的身体足够强壮呢 你就可以来玩吃鸡这个游戏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健身啊 教程呢 就玩到这里了 嗯 可以走了吗 可以走了 我在这儿做个火车 然后他把他的头伸进这个门里面了 然后这里还做了一个没有开发完的东西 话说这个人他不需要凳子吗 那好吧 我们这个游戏呢就玩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 拜拜